北方有家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家人难再得 这是西汉著名乐师李延年写的歌词 形容春秋时期的温江那是一点也不为过 他可是春秋四大美女之一 据说比这西诗还漂亮 温江是起喜功的女儿 以美貌是名扬天下 自然也少不了各诸侯的军侯 世子们是纷纷前往齐国拉关系找门路 千方百计的讨好其喜功 位置就是想抱得美人归 不过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 温江特别欣赏郑国的世子吉乎 这几乎品貌端正 气质涌现玉树临风 十分的称义 二人是郎才女貌十分的般配 眼看着即将成就一段令人羡慕的好姻缘 就在此时 郑国的世子几乎却听到了齐大飞偶的传言 那意思就是说 齐国强大 郑国弱小 这两国联姻 恐怕到时候郑国要处处的受制于齐国 几乎考量再三 还是以郑国的利益为重 干脆退婚 被人退婚在当时可是件大事 你想之前有多少人踏破门槛过来欺亲 自己都没瞧上眼 到最后竟然让一个小国的世子给退婚了 这对文姜来说简直是齐齿大乳 从小就娇生惯养 养尊处优的文姜 哪受过这个呀 再说了 自己长得是花容月貌 只有挑别人的份 做梦也没有料到 自己有一天 竟然会被别人给抛弃 真是羞辱难当 整日是闷闷不乐 严严成病 正在文姜伤心透顶之时 一个人走入了自己的视野 说起这个人 文姜那是熟的 不能再熟了 就是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当时的太子江朱尔 江朱尔与文姜两个人 从小玩到大 是两小无猜 兄妹情长 如今二人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这江朱尔是风流倜傥 仪表堂堂 当得知文姜病了 便跑过来安慰他 没想到两个人是一来二去的 日久生情 互生情愫 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不透风的强 很快这个事儿 便传到了其喜功的耳朵里 听说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搞在一起 差一点没把这老头直接给送走 这家丑不可外扬 只能把这儿子叫来狠狠的臭骂了一通 这另一面呢 急急忙忙的为文姜找下家 赶紧嫁出去得了 幸好邻近的鲁国国居鲁桓公刚刚即位 一心想要与大国攀亲 便命人到齐国提亲 齐喜功自然是求之不得 当即是新年的允诺 于是齐鲁两国选良辰择吉日 婚嫁的事儿就定下来了 按说妹妹出家 通常是哥哥担任送家 不过呢 齐喜功为了保险起见 生法中途再搞出点什么幺蛾子 到时候自己的这样老脸呢 就真的没地方割了 干脆呢 亲自将女儿送往鲁国成金 本以为这样呢 生米煮成熟患 他们兄妹二人呢 也就该死了这条心 了却自己心头的一块心病 公元前698年 齐喜功去世 太子江州继位 也就是齐湘公 公元前694年正月 鲁桓公与齐湘公 相约在齐国的落地会面 此时按捺不住的文将 也趁机跟随自己的夫君 鲁桓公来到了齐国 见到了久别的哥哥齐湘公 两个人很快是旧情复燃 又勾搭在一起 充分旧梦 这鲁桓公发掘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气氛异常 怒气冲冲的找到了文将 怒吃文将 而文将担心鲁桓公会将此时搞大的 立刻告诉给了齐湘公 让齐湘公赶紧想个法子来对付鲁桓公 这齐湘公啊 眉头一皱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油 4月初时这一天 齐湘公是大开宴宴 招待鲁桓公 期间是不断的向鲁桓公劝酒 这鲁桓公不胜酒力 很快喝得是烂醉如泥 瘫倒在酒桌上 这个时候齐湘公一个眼神 齐过的大力士 彭升便站起身来 搀扶着鲁桓公登车休息 趁着四家里没人 彭升按照齐湘公的吩咐 将鲁桓公活活的勒死在车中 看到自己的国君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鲁国随行的人也不干 要向齐湘公讨个说法 再给我们鲁国一个交代吧 齐湘公便顺水推舟 把这彭升抓起来 杀了当了替罪羊 一来可以给鲁国一个交代 二来也省得日后烹生 万一走漏了风生 不过鲁桓公也不是什么好人 想当年自己便是靠着谋杀 如隐功才登上鲁国的国君之位 当初也是找了个替罪羊 谁承想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 如今如出一辙的 报应在了自己的身上 公元前686年的夏天 只得一满高高在上的齐湘公正在津津有味的品尝着手里面的天瓜 结属消热呢 忽然有人来报 说驻守葵秋毅的将领 束手到期应该换房 这齐湘公便派大夫 连称和管制副前去驻守 两个人打心眼里 不愿意去这葵秋毅 就问齐湘公说 大王 您派我们去驻守葵秋毅 您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回来呢 这齐湘公一听就不高兴 心想 怎么着 你们两个还没出发呢 就惦记着什么时候要回来 自己就没搭这个茶 这连称和管制副呢 以为齐湘公没听见 便提高了嗓门 大王 我们驻守葵秋 啥时候回来呀 齐湘公嘴里面还在吃着甜瓜呢 便随口这么一说 这么的吧 到了明年甜瓜熟的时候 就派人去接替你们 原本的这是一句打发人的话 可没想到连称和管制副两人挺上心 还真把这甜瓜种子种在地里了 眼看一中年的驻守器可就漆满了 地里的甜瓜也长到了成熟的季节 这眼巴巴的盼望着齐湘公派人来集体换房 尽早结束这里艰苦的军旅生活 可是啊 左等一个不来 右等一个不来 俩人一商量 干脆上书请求齐湘公派人集体自己 这不上书还好点 保不清哪天齐湘公一高兴呢 想起他们俩来了 也就是派人换房了 没想到 他这一上书 偏偏惹恼了齐湘公 本大帮就是不让你回来 你们两个做臣子的还能反了不成 于是就没有理会这件事 这齐湘公呢 有个堂弟叫做公孙无知 是齐喜公的亲弟弟夏仲年的儿子 这齐喜公在世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宠爱他 甚至他的俸禄衣服服饰和待遇的等级呢 都跟这太子江珠儿 也就是齐湘公的一样 这叫太子是好生的记恨 平日两人关系呢 就不咋的 把名争暗斗 等齐喜公一去世呢 太子江珠儿一继位啊 可想而知 这公孙无知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随即降低了对公孙无知的待遇 这公孙无知心里是纷纷不平 恨得压根知痒痒啊 心想要不是你啊 没准这国君之位啊就能是我的呢 现在又被这齐湘公啊 降低了待遇 便更加的愤懑了 甚至开始心怀不轨 寄予王位 这连郑和管制父王 看出了公孙无知的小心思 就想依托于他 来谋划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这连郑啊 有个唐妹是齐湘公的妃子 平日里呢 也不怎么受齐湘公的宠爱 公孙无知啊 便让他辞探齐湘公的行动 还许诺他说啊 如果大事可成啊 就让你成为最尊贵的夫人 那么这帮鸡鸣狗道之徒 又能谋划出什么样的惊天大事来呢 这一年冬季的12月 齐湘公到孤坟游玩 兴致一来呢 便跑到一座山丘上去打猎 忽然之间呢 一只壮如公牛的大野猪 出现在了齐湘公的眼前 只见这头大野猪 见到了齐湘公 突然用着后脚站立起来了 齐湘公和这只大野猪啊 一猪一人四目相对 正看得入神的 隋从们惊哭起来 快看啊 彭生的鬼魂 彭生的鬼魂来了 齐湘公这才清醒过来 大怒说道 大胆彭生 竟敢如此现行 说着便操起手中的弓箭 来射向这只大野猪 这只大野猪咆哮如雷 奔着齐湘公啊 便冲了过来 一边跑一边海着 该死的江桌还满命来 你想啊 听见野猪说话 吓得齐湘公是连滚带爬 好不容易的 在这卫兵的保护之下 仓皇的逃上车 一不留神 又从车上轱辱下来 不仅跌上了脚 还跑丢了一只鞋子 狼狈至极 被这大野猪吓得 是仓皇逃回宫中的齐湘公 是惊魂未定 也是憋了一肚子的窝当气 责令自己的一位侍从 把自己跌落的鞋子 给捡回来 可怜的侍从 只能是顶风暴雪 硬着头皮去找鞋子 四下寻找也没找到 只好是战战兢兢的 回来向齐湘公禀报 齐湘公一听 自己的鞋子没找到 正在气头上 是有气没地方撒的 就用这鞭子狠狠地仇打侍从 只打的是遍体鳞伤 责令他出宫再去寻找 你要是再找不到 提着人头 见我来吧 侍从只好是忍住伤痛 眼含热泪 一蹶一拐地走出王宫寻找鞋子 这边公孙无知 连城管制副 接到连城妹妹的密报 说齐湘公打猎受伤 于是这一伙人 趁机率领一帮全副武装的乌合之众 前去袭击齐湘公 恰好在这宫门口 碰到出来找鞋子的侍从 不由分说 把他是五花大绑 先绑了起来 这侍从赶忙解释说 快松绑快松绑 我不会抵抗你们的 不过你们暂且不要冒冒然起兵 必定会惊动公众的侍卫 一旦有所防备 就不容易攻进去了 公孙无知一听 哎呦 这小的是自己人呢 侍从赶忙解个衣服 让他们看看自己背后的鞭商 说道 大王对我下手如此之狠 我正愁没地方报仇呢 正好咱们一起行动 你们在门外 稍等片刻 我回宫中安排一下 咱们是里营外合 一举成功 怎么样 公孙无知啊 对他的话是深信不疑 心想 还有这种好事 可以啊 就命众人在这宫外等候着 这侍从前脚一踏进了宫门呢 立即组织宫中的侍卫们准备抵抗政变 马上将齐乡宫啊 隐藏到了门后 眼见这位侍从进去了好半天 里面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公孙无知这才回过味儿来 恐怕其中有诈 于是呢 便率众人呢 攻打了进去 最终因寡不敌众呢 宫中的侍卫们啊 全部被叛军所杀 公孙无知闯入宫中啊 一箭便刺向了躺在床上的冒牌齐乡宫 上前这么一看 不对啊 这和国军长得可不一样 干嘛是封锁城门 四下里搜寻 没多久啊 看到了门下边露出来的一双脚 原来真正的齐乡宫啊 正是瑟瑟发抖的躲在门后 公孙无知上前挥剑士一阵乱砍 就这样啊 与自己妹妹上演不伦练 荒淫无道的齐乡宫啊 一命呜呼了 公孙无知呢 就自立为齐国的国君 公元前685年的春天 公孙无知到雍临有玩 大夫雍兵呢 趁机杀死了暴虐横行的公孙无知 这齐国国君之位啊 一时之间出现了空缺 此时在齐乡宫当政时 逃亡吕国的公子小白呢 在暴收牙的协助之下 历经艰险呢 率先返回到了齐国顺利继位 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虽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 推行霸道 称为呢 春秋时期的第一个称霸的诸侯 不过呢 也加速了礼崩乐坏 最终也是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 很多虽然看起来啊 似乎并不相关 毫不起眼的小事 很可能就是引发历史变革 而倒下的第一张多名的骨牌 一连串的续案与政变呢 貌似是一个田瓜所引发的 背后呢 却是齐桑公的 多行不一 好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